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戶說Yes 那麼台北股市今天 順著昨天的美股 做一個強勢的大漲 盤中出現一個 拉高之後的一個 有一些賣壓的一個調節 出現有流上引線的格局 但整體的市況 其實今天的行情有幾個重點 我們今天會把目前 其實我告訴各位說 你操作股票 你一定要從主流裡面 去找尋機會 從主流裡面找機會 你才會有機會了 為什麼這樣講 為什麼一定要從主流 什麼叫主流 它之所以能夠成為盤面主流 代表它已經搭上了 整個全球性的 某一項的一個產業趨勢上面 所以它是受惠的 那既然它受惠的 那這種所謂的主流 什麼叫主流 股價能夠屢創新高 才叫主流 所以你從這種主流標的 股價能夠屢創新高的 這種族群裡面 概念股裡面 找出真正實質受惠的 你才會有機會 這是在操作個股上面 今天我們要跟各位 重點的一個告知 深層式AI 它就是主流 台積電也跟你這樣子講 等一下我們聊一下台積電 再來我們先回到國際行情 大家所擔憂的 所關注的焦點 就是這個矽谷銀行的事情 事實上矽谷銀行我們知道 其實它已經在週一 其實我們看來看的話 大概在昨天我們就知道 有一部分的看到就是矽谷銀行 有一些其實已經在恢復營業了 恢復正常的營業了 你去看它的一個矽谷銀行的一個官網 也是正常在運作 所以似乎這個風暴 風暴中心好像問題有點解決了 似乎沒有大家想像的那麼多 那麼多的疑慮 這個是矽谷銀行的個別部分 其實我們持續在觀察 關注的這麼多的一個日子以來 其實我們比較在意的是 還有某一家投行 財務狀況可能會比較有一點 讓大家比較擔心一下 至於什麼樣的投行 投行哪一家投行 我們目前暫時不要去跟大家做公佈 因為講太多了 我怕你會聯想太多 你會擔憂睡不著 所以該去注意的 我們都在注意中 所以我們做股票就講 很多事情 你不能等到問題發生 你說糟糕了 大家都一起在遭遇一個問題 突然的一個非預期的問題發生 怎麼辦 怎麼辦 不是這樣 我們已經看到 有可能會出現問題的在哪裡 既然你已經有先這樣預期的 你就會做一些準備 所以我們在代客戶操作過程中 其實就是這樣子 你代客戶操作過程中 不是只是帶人家買股票 你要看整個環境 投資環境有什麼的 可能你們所謂的一個利空訊息 或者是衛報彈 或者是耳後可能會出現的 一些黑天鵝事件等等 你有這樣的想法 這樣的預先的一個規劃 看到了 你在操作上面 就會帶適時的做一些 可能是準備動作 預備動作 其實我們所遭 我們所面臨的風險壓力就很低 你如果真的什麼準備都沒有 什麼未來可能什麼引爆的 衛報彈什麼你都不知道 你操作上面就是每天買股票 這樣對嗎 所以操作其實不是只是買股票 它還有背後意義就是 你是否已經做好一些風險控管 所以這一次矽股銀行的事情出來了 其實我就講了 我們根本沒受傷害 沒有什麼影響 為什麼 第一個 持股不多 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的持股不是一檔兩檔 一檔零 一檔就是報現金 然後你看情況 你在適時的開始著亮的 開始重新的做一個佈局 風險提高了你的佈局 部位早就先做好適時的降低了 問題已經化解了 我們的標的一個一個又上來了 對不對 而且在上週我就提醒郭各位 我說其實有些標的 你要先做好準備動作 所以我送你一份資料有沒有 上禮拜我送各位這份資料 三檔股票 我說我送你不用多 就三檔 你自己去 你拿到之後你自己去看 你喜歡哪一檔 你就找買點去進場 對不對 那你說你不會找買點的 我說沒關係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Line 對不對 我說你不會找買點 我們官方的一個Line群組 你加入 你可以私訊給我 那你不會做不知道怎麼買賣的 那私訊給我之後 我會請秘書跟你聯繫 因為人數很多 我沒有辦法一個一個跟你聯繫 所以我如果你要盡快的 得到我跟你的回覆的話 那我們會請秘書先跟你聯繫 那你有什麼疑問 怎麼樣操作狀況 秘書會最快最快 最及時的跟你聯繫到 那你再有什麼疑問的話 如果他沒辦法直接回答你 我一樣會回答你 就是盡量在最短時間內幫助你 解決問題 資料拿到了 股票拿回去了 什麼時候買 怎麼買 你都沒問題 那我說你的資料有沒有用 你覺得呢 有人拿資料的請問你 今天這三檔裡面 表現怎麼樣 有兩檔 漲停板 那你說強不強 那為什麼這麼厲害 我已經講過了 選股真的很重要 你要操作主流 你要從主流去找尋股票 才會有機會 對不對 我說你不會找的 我找給你 有沒有 所以有來拿資料的 其實你們很幸福了 除非你是拿完資料 你什麼都沒做 那你今天會覺得有點可惜了 對不對 我都送給你了 那我們等一下再聊個股 我們先講指數 指數其實我說 不管你們怎麼 你們的擔憂 我說其實你們 目前市場已經有這種說法了 尤其像昨天我就跟你講了 Double Line Capital的一個 新債王支撐的執行長 當拉客 那我昨天就說 這個事件 他的一個解讀很簡單 他說他認為即使銀行業的紛擾 促使監管機構 採取特別的支持行動 他認為FED 下週仍將小幅生息 有人認為FED會停止生息了 那我不管他看了的小幅生息 那他所謂的小幅生息 應該就是25個基點 就是所謂的一碼 那不管是一碼 還是說有一派的說法 是認為可能是停止生息了 但是我認為結局怎麼樣 因為他認為就像是小幅生息 他認為也是最後一次了 所以代表什麼 代表說大家所在意的 這個金融機構的一個 結構性的一個問題 那可能會促使FED的轉向 這個事情是 似乎目前市場 就是這樣看了 所以其實他變成一個 看似利空 其實他是一個轉機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你就應該樂觀一點 找機會 有沒有 我是不是跟你這樣講 你要找機會了 到今天為止 我說看法都還是維持 就是這樣子 你還是找機會 只是你在早期過的過程中 你還是要稍微心存一點 一點我們所謂的一個風險意識 就是我剛才跟你講的 其實還有某投行 我們一直在關注 他的財報狀況 那我們不希望你完全沒有做準備 當然至於什麼樣的某投行 有什麼樣的疑慮 擔憂 你如果有加LINE 來 我說很多東西 我公開媒體 電視媒體 收視率很多 很多人在看 我不能隨便亂講 或者我不能提前跟你說我的擔憂 那你可能會影響你的心情 所以我說 如果你想知道是某投行 或許你要提防 有這個風險 我們再 你就簽加LINE 加入LINE之後 我們在這幾天 我們就陸陸續續跟各位預告 提醒 你要留意一下某投行 他可能會是下一個未爆彈 那不見得會引爆 你不用擔心 這不見得 但是有那個可能性 我們要先知道 不要到時候真的發生了 你知道那個當下你才知道 那你覺得你在這個市場 你會是贏家嗎 我現在你加LINE 我就要讓你 我就要引導你去掌握一些 大家還沒掌握的 提前去掌握的 個股操作也好 或者是一些重要的資訊 我讓你去 我要慢慢的引導 所有LINE的群組的 觀眾朋友 投資朋友 引導你們進入一個 全新的領域 不要再當輸家了 贏家往往是領先 掌握了很多重要資訊 所以關於這個 某投行的一個 有疑慮的話 這是某投行哪一家 我們在LINE上面 我們再跟各位住分享 所以你要先加LINE 我們就私底下在LINE上面 我們就可以交流 讓你知道 你先掌握住 那個股操作 我說回到我們講的 你要操作主流 目前主流我講過 就是深層式AI 就是主流 我們有挑了幾檔股票 其中有一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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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送你的資料裡面 其中有一檔 就是深層式AI 受惠的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這份資料 有拿到都知道什麼標的 不急 哪兩檔今天掌定 你們也都知道了 所以我說我做節目 我喜歡 讓一堆人先知道 我預告 我提醒你 事後你看我公開 真的是驗證的 不是我今天講掌停 你就說掌停就是你的 不是 你有沒有先講 我都先講 而且我直接把資料送你 對不對 你幫我做見證 那我們先講 為什麼深層式AI 就是主流 很多人有點存疑 你說Chat GPT 所帶來的熱潮 會走多久 有人會懷疑 那我跟你講 台積電講的話 你應該是 不太會懷疑 台積電告訴你什麼 金元代工龍頭台積電 參加外資投資論壇的時候 指出 美國 美國我們帶進 美國的晶片法案 對於分享超額利潤 等等的要求 不會影響 台積電的海外投資 然後他重申 在五年之後 五年之後 海外的產能 將會占28奈米 以及更先進製程 兩層的目標不變 底下重點來了 他說什麼 他看好什麼 台積電看好是Chat GPT 等等的深層式 人工智慧的應用 將會帶動高效能運算 就是我們所謂的HPC 結構性的需求成長 所以台積電在先進製程 跟先進封裝的技術 領先同業的情況之下 他會更為明顯的受惠 因此他這句話告訴你什麼 台積電先進製程的未來 你不用太低它的需求 但重點另外一個什麼 他告訴你未來的一個重點 成長性 在深層式的AI 真的有它的一個需求 那深層式AI 既然台積電認證了 你就應該更加確定 我跟你講的 它就是主流 那你從主流裡面找標的 你才會有機會 對不對 那既然是如此 所以上週我先送你一份資料 裡面就有一檔 我要是深層式AI的標的 對不對 哪一檔標的 等一下我們講 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另外有幫客戶挑的標的 第一檔 這個是比較高價的 所以我送你的資料 我不會送你太高價的股票 對你沒有幫助 創意 今天幾乎光漲停盤 盤中有亮燈 那台積電受惠 它直接受惠 對不對 它直接受惠 所以你看 經過這一次整理之後 這裡又開始了 又一根藏紅上來了 那就是等前高 過去了 就另外一段又上去 海闊天空 那這是創意 這個對高價股有興趣的 你可以留意創意 另外一檔也是股價 也是算高價 所以基本上 我送你的資料 我不會送你高價 另外一檔 我們鎖定的是 3661的世芯 那這個特殊應用的一個晶片 世芯有沒有 整理之後 突破了 今天突破了 盤中也是幾乎 要挑戰漲停的標的 那它也是什麼 深層式AI受惠 因為AI晶片必須配合什麼 系統應用 AI晶片必須配合系統應用 所以要進行客製化晶片的需求 就會增加了 所以不只是創意受惠 像這種客製化晶片的需求也會增加 所以它也是受惠 所以兩檔高價股 一個創意一個世芯 是我們幫客戶挑出來的標的 今天都幾乎大漲 就逼近漲停 好 那現在呢 現在呢 我們就來看喔 我送給你的標的 低價的 對不對 所以我說我送你資料 如果我送你資料裡面寫世芯寫創意 你會說我沒有誠意 對不對 所以我不做那種事情 我們針對客戶 我們提醒他世芯創意可以操作 來賺錢了 好 那台積電跟你認證了嘛 深層之外就是主流 好 那我之前 我提前送你的喔 我們先看這一檔 這檔標的是什麼標的 這檔標的呢 滑電網 滑電網 來 所以很多時候啊 我給你的東西 滑電網 強攻漲停 有沒有 3月13 禮拜一 禮拜一就漲停了嘛 今天又漲停 所以你看喔 我說我挑給你的 一定是從底部這邊怎麼樣 剛要上來 轉折 剛轉折 剛上來的 所以我送給你嘛 當時我這樣跟你講對不對 我說你這個時候要挑一定要記得 找機會要找什麼 不要找那個長多的 下來的那個麻煩了 你要找什麼 你要找是那個 之前沒有上去 他已經提前沉澱籌碼之後 現在題材進來了 準備運作上去的 有沒有 我已經跟你講 你要找這種正要上去的 轉折上去 而不是那個已經漲多上去 爆量之後 要下來休息一段時間的 你不要碰那一種 可是我看到 許許多多的分析師 近期帶客戶都在抓那一種 漲多之後 然後量放大之後的 修正下來的 所以 所以你看最近很多人 跟你講什麼 6.235的滑浮 那你敢買 當然我祝福你 我也沒有說它不好 但今年預估EPS也是不錯 但是你最起碼等一等 等它有明顯修正 你再去低階 很多人跟你講 2457的飛鴻 充電樁 大家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受惠的 那問題是什麼時候買比較好 你要考量這個問題 華府很棒 飛鴻很棒 很多股票很棒 可是問題是 他們沒有明顯修正下來之前 沒有進入一個 下一次更加的轉折點之前 你不用進場 你不用去跟人家拼 你老老實實說 我股票給你有沒有 我股票給你拿回去 今天又漲停你看 你說華府強 飛鴻強 還是華電網強 你自己看 是不是轉折剛上來 我是送你這種股票 有沒有 100萬今天賺20萬了 200萬下去今天賺40萬了 那你說你現在全市場 10個有8個分譯師跟你講什麼 講6235的華府 講2457的充電樁的飛鴻 等等這些標的 你100萬下去你敢嗎 你買200萬你敢嗎 就算你敢你買下去之後 你有快速的像我們這樣 馬上賺到20萬馬上賺到40萬嗎 有沒有馬上賺到 並沒有 ChatGPT AI受惠股 華電網 這個是我送你的資料 我已經先提醒你了 你有來拿的都知道 那你都說 我拿到資料之後 我不敢買怎麼辦 我不知道怎麼買 所以我說你可以私訊給我 我先講我都講了 那真的有來私訊的 你看 該上車的也上車 該買也買 今天我一公開 大家都很開心 真的是這樣子 老師真的是先送的 對不對 你不能做假的 再來 第二檔 有沒有 所以低價的 深層是AI我也送給你了 高價 因為高價我送你沒意義 所以客戶自己操作就好了 創意是新 今天幾乎工漲停 對不對 高價的 深層是AI我們也拿到了 低價的我送給你的 我們也拿到 今天第二根漲停 再來呢 再來這檔股票我說什麼 我說有一檔標的 你要注意它轉虧為盈 有沒有 轉虧為盈 今年持續在成長 因為一直入障嘛 所以呢 是誰 這是誰 所以我說在矽谷銀行的風暴下 你要注意的潛力在哪裡嘛 一個滑電網 主流中的主流找機會嘛 深層是AI裡面找機會嘛 那另外一個呢 有沒有 轉虧為盈的 1316的 上 要 來 看這邊 禮拜一漲停了 今天又漲停 那請問有人跟你推薦嗎 有人送你 送給你 提前預告 告訴你去抓這種標的嗎 絕對沒有 所以我說 你看喔 你看他的位階 來 是不是 修正修正 整理一段時間之後 這邊糾結之後 剛上來的 剛轉折上來 業績成長股 由虧轉盈 今年持續看成長 這樣上來怎麼樣 100萬又差不多20萬 200萬又差不多40萬 而且重點是什麼 就是我講的 這一波剛轉折上來 全新的轉折上來的標的 華電網也是這一波怎麼樣 最新最 我就跟你說買最新全新的有沒有 剛上來的 轉折上來 你去買這種標的 你說你會虧錢嗎 不可能嘛 你去買這種標的 你說你會虧錢嗎 不可能嘛 對不對 人家20 30萬 馬上就賺到了 而且是新的 籌碼很乾淨 新的 剛轉折上來 所以做股票 沒有這麼難 是你的方法 那你說老師我沒有方法 我送給你了 這檔我今天不能開 為什麼 等它回來的時候 我還要帶你再接 那代表什麼 它沒有回 所以有拿到資料的人說 老師可是我 可是他這檔股票 有興趣 那怎麼買 我就跟他們講 你們等一等 上藥華電網路去 帶你們先上車的 都恭喜漲停 那這檔 這檔我都告訴你們 都先不要急 等它有回 我自然告訴你怎麼上車 對不對 我都講了 講得清清楚明明白 所以這種股票 它不是說它不好 而是等它回再買 所以股票不用追 你懂嗎 好 那再來 那都公開 都上來的怎麼辦 都公開 都上來的 你不用擔心 交給我就可以了 還有一檔 深層式的黑馬 還有一檔 深層式AI的黑馬 你加LINE 我今天有看到LINE的 我有沒有跟你先預告 已經加LINE的觀眾朋友 你有沒有今天盤中 先看到預告 我已經跟你預告這件事情 對不對 那你還沒有加LINE的 請你現在立刻加入 立刻加入之後 記得 記得 私訊給我 我們會請祕書 帶你上車 這樣最快 我們請祕書跟你聯繫 帶你上車 這樣最快 要佈局最新的 還有一檔 深層式AI黑馬的 請你加入LINE 現在就可以趕快直接加入 然後記得丟私訊給我 我會請祕書帶你上車 這樣是最快的方式 最直接 最簡單 廣告時間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到節目現場 大家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所以我說 你現在要買 就是那天我送你的資料裡面 其實我就跟你預告 你接下來的做法 記得 很多人說 矽股銀行風暴影響 是利多解讀 所以可以買股票 我說你講的算是正確的 我不能說你是錯 因為這一波確實 它有可能會造成FED的一個 升息的一個看法 方向 速度都調整 重新做一個檢視 確實可以變成一個轉折力多 好 那問題是你可以買 那買什麼 那我就跟你講什麼 我說你要注意的是什麼 剛要上來的 所以我送你的標的 是剛上來的 所以你看到上藥跟華電網 我今天跟你公開之後 你會發現怎麼樣 是不是都是剛上來的 今天也都漲停了 今天也都漲停 是不是剛上來 是不是 是那個漲很久的嗎 不是 對不對 人家客戶一定賺20萬 40萬的 都有了 因為他們買了安心 買轉折 我就說買轉折 剛上來的 對不對 好 然後華電網是不是也是一樣 有沒有 上來 這一波上來 這一波上來 今天也漲停 今天也漲停 而且是這一波上來 第二根漲停了 華電網 那你自己看 是不是整理很久 就剛上來的 是不是新的 它是不是主流 雖然是AI的受惠 主流 終著找機會 就會有機會賺錢了 對不對 這最少也賺20萬 最少也賺40萬 100萬 200萬操作 最少賺2到40萬 對不對 賺錢了 好啦 那我說你要找是這一種 剛要上來全新的 不要碰那個爆量之後 要休息的 儘管業績很好 題材很棒 可是大家都在裡面 誰幫你拉 結果呢 一堆分析師 就帶你們去做那種股票 這是飛鴻 你買飛鴻 還是要買華電網 還是要買上藥 你自己選 你要在這附近買飛鴻嗎 它是不是大量之後 在震盪的 那如果一不小心 大量之後 大家瞧不攏 下來休息一段 那你就糟糕了 它已經漲一段了 對不對 很多人在講6235的滑幅 你自己看 你要在最近去買滑幅嗎 是不是量放大之後 隨時可能量縮之後 量價跟不上 量跟不上之後 怎麼樣 就休息了 不要碰這種 這種股票是要等下一次的 轉折買點 我會帶你買 如果你有興趣 可是現在你要買新的 正要上來的 那如果你不知道買什麼的 我說了還有主流中的機會 生成是AI主流 還有標的 還有標的 我帶你上車 但是記得 你先加LINE LINE上面 我會請秘書通知你 你加LINE之後 丟個訊息私訊給我 我請秘書通知你 帶你上車 這樣最快 明天再見囉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物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